帶你來關心天氣了 昨天封面通過的時候 一早被臺灣風雲變色 好多人嚇了一大跳 搞得跟颱風來一樣 的確昨天的封面的確是帶來比較明顯的劇烈降雨 但是封面已經通過臺灣了 現在在臺灣上空的就是東北風 今天要開始接力影響我們 所以北臺灣的民眾一定要格外留意 溫度會慢慢的往下滑 或許變化不會太大 但是早晚加進一比較不會感冒 一定要適時的增減衣物 再來看到就是東北風要影響 所以溫度上也有些微的變化了 來看看在桃園新屋 今天低溫只有15度 新竹新風也只有14.3度 就以現在的室外溫度來看 在這個臺南伊北地區 大概都在20度以下 臺北是最明確指標了 臺北從剛剛一個小時前 就大概只有17點多度 目前為止也沒有明確的回升 今天的溫度大概就是如此 東北風要開始影響我們了 所以白天的溫度回升不會太過明顯 正中午到下午時間 可能有機會站上20度 但是一整天天氣都是偏濕涼的 也提醒大家出門戴傘 還有一定要加件外套 接著就來看到是降雨情況了 好多人都期待 這一波的封面降雨 昨天雨勢真的蠻劇烈的 而且下時間蠻長的 下了一整天 到現在外頭都還有一些降雨情況 您看看這封面大的雨帶已經通過了 現在還有一些零星降雨殘留在北部上空 那麼今天大概就是如此 在中部以北地區雲量偏多 東半部也一樣 偶爾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但是要有大規模的降雨 今天看起來機會會比較低 而且下半天過後就有機會降雨緩和 所以這一波的降雨幾乎是走到尾聲了 但是要明確的放晴 目前訊號並不明顯 這兩天東北風雲響可能雲量都是偏多 偶爾飄一些零陣雨 大家要多點耐心 而最後就來看到是未來一周天氣了 要告訴您這一波東北風雲響三天時間 低溫明天有機會更低來到15度左右 白天高溫大概就在20度上下不會太高 一整天都要記得適時的增減衣物 而週三過後天氣就會穩定下來 有機會曬到三天的暖陽 但是看到下個週末有C波的系統再來報導 目前看起來水氣還是偏多的 也提醒大家這春天的系統變化比較快 所以要隨時留意氣象預報